美空军中队长被撤职 美媒 他爸曾是美空军副参谋长 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日前正式 内华达州内利斯空军基地第757维修中队队长 上个月因为上级对其领导力失去信任和信心而被撤职 但却不提供更多细节 也没有调查其任何不当行为 美媒报道强调 这个中队长的父亲曾是美国空军副参谋长 据美国军队时报11月11日报道 美国空军第57连队发言人布莱恩 麦加里中校在8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 负责第757维修中队的伯顿 菲尔德少校在该岗位上工作一年多后 在10月6日被其上级 第57维修大队队长巴顿 肯森上校解除了职务 麦加里在邮件中说 菲尔德从2020年6月16日起负责第757飞机维修中队 现已被另一名军官取代 不过菲尔德将继续在第99空军基地连队服役 报道强调 伯顿、菲尔德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熟悉 他的父亲是负责行动、计划和需求的美国空军副参谋长 伯顿、菲尔德中将 在2015年退休 报道介绍 伯顿、菲尔德在内利斯空军基地工作之前 曾负责弗吉尼亚州兰利·尤斯蒂斯联合基地第一维修中队 以及在佛罗里达州停德尔空军基地第325维修中队担任维修官 据悉 第757维修中队主要视为美国空军武器学校 第64入侵者中队 以及用于测试与评估任务的多架战斗机提供维护 检查和弹药装载等保障 他们维护的机型包括F-15、F-16、F-22、F-35和A10 都是美国空军目前的主力战斗机